我是蔡媽媽來自台灣 今天做的流星炸豬排 就是法國的南代炸豬排 在台灣也很受歡迎 大人小孩多喜歡 首先將豬里肌肉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用小槌將肉片垂直扁平 敲散纖維 肉片鋪平 撒少許的黑胡椒碎和海原 稍稍醃製一下 放上芝士片和紫蘇葉 對折前在肉片邊沿再撒點麵粉 便於黏著合上豬排 然後給豬排裹一層麵粉 一層蛋液 和麵包糠 熱鍋起油 投入一片蔬菜測試一下油溫 等菜葉浮出溫度就差不多了 放入豬排 輕輕推動翻面 一直炸到兩面層金黃色 並且在油鍋裡的芝芝生變小 就可以撈出瀝乾了 趁熱切開豬排可以看到流動的姿勢 將高麗菜切絲後和豬排擺盤 喜歡的話可以淋上少許的番茄醬調味 我們炸豬排最好是選豬的里肌肉 因為它的肉多脂多 我們炸豬排的時候切一公分 把它垂平對折 這樣炸出來的豬排熟得快 不用炸兩次 豬排肉搭配高麗菜沙拉是有一個道理 就是說它高麗菜可以解膩 這樣的話又有肉又有蔬菜 較健康 如果一下子吃不完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半成品 半成品就是把芝士跟紙書葉包好 這樣就把它放在保鮮盒裡面 放進冰箱 儲存較長的時候 就把它放到冷凍櫃裡面 隨時可以取出食用